麻煩主席請問一下部長 好 江部長請 來 部長 其實台灣像這種颱風的案例非常多次 那說實在話 我看到漁蘭縣政府這樣的說法 我也非常不以為然 竟然是要等中央政府來告訴他哪邊有災難 他才要去啟動 這哪裡是一個父母官該做的事情 任何一個災害發生的時候一定是地方政府 地方的人最早知道 去求救 那麼中央一定要立即去配合 這個才是一個救災的 真正的SOP的情形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做好你該做的事情 然後你就把這個責任 往別人身上去推 去踢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地方政府 我們就擔心往後如果再有災難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還要再找更多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你自己要承擔出來 那如果說中央政府有沒有 及時去協助 救援 因為中央政府所擁有的 這個資源大部分就是 國軍嘛 這個機械嘛 能夠立刻 迅速到達的 那但是呢 其實第一時間 必須要很快 掌握現況的 應該是 這個地方政府 所以我認為 那 那麼之前在南部也有說 他去休息 是最後不得不來承認說自己有去休息 我就擔心說 那麼 宜蘭政府你是不是在睡覺 或者你是怎麼樣 因為 這麼嚴重的狀況 而且宜蘭花蓮這幾個地方 一定會有災難 這是平常在我們每一年的颱風裡面 他們都是首當其衝 這道理應該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這個部分 中央政府 如果說因為這樣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黨派的人來執政 當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都要去督促 如果 地方政府沒有做好的話 那 最受難的還是我們的民眾 所以部長 雖然 民眾其實都會去思考 我相信 這個 推責任的人講的話 不見得民眾可以接受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央政府更應該要積極 要求地方政府 在平常的時候 就應該把所有 可能 會發生災難的這些區塊 比較容易有的一些警戒線的地方 及早 要求他們做好這個防災的準備 是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 蘇花公路 過去 蘇花高 大家吵得要命 一大堆反對的人 當時 非常反對的人 現在看到這種狀況 我們也覺得 心頭很痛 那麼 當初如果不是那麼極力反對的話 那麼 也許 還有一條生路 因為你目前 這個蘇花公路 就只有這一條 那現在 這個 已經怎麼樣 柔腸寸斷了 如果說要全部封路 部長你是贊同全部封路嗎 向委員報告 目前這個蘇花公路 剛好今天帶著昨天 離開中央災疫面中心 之前的一個整理的表 那個委員可以看得到 在這一段 從蘇澳到東澳的路段 在這一次 貪荒的這個地點非常的多 從106公里處到116公里處 大概有七八個大的貪荒地點 所以他真的是樓長寸斷 昨天 你是贊成封路啦 你是覺得應該把他封掉 可是問題是 至少要一個 你要知道 這裡是唯一 這個宜蘭跟 那個花蓮的人 能夠 通行的 一個唯一的道路 你如果把他封了 你要叫他們怎麼樣 要怎麼 怎麼出入呢 中央災疫面中心 最近在這幾天的期間裡面 屬於這個交通部負責 道路交通部 他們的副案就是 在封了這個馬路 在進行整建的期間呢 我們只能用 加派這個台鐵的搬車 以及這個飛機 加派 加飛這個航次 可是台鐵的路線 經過都是固定的地方 如果是遠離台鐵路線 那 最接近這個 原來蘇花公路的這些人 你叫他怎麼辦 如果他沒有其他的 連續道路 無縫接軌的道路 可以到這個鐵路的 這個沿線 站去匯合的話 你叫他們怎麼過日子啊 那就完全困手在山區裡面 或者困手在加州 沒辦法出門啦 沒辦法生存啦 那個106K到116K這一段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住戶的 他就是閒來峭壁 那麼在 你這裡沒有住戶 這個不是問題 是 需要經過這個區塊的人 那這周邊的人很多啊 不是說只有在那附近的 住戶啦 這個這個隨便想都知道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好的辦法 一時之間沒辦法完全通的話 如果你全部把他封住了 封死的話 你叫這些人 喔一個月都不吃不喝耶 也不能出去啊 也不能賺錢啊 那不是死定了 如果有公司航好的話 那就準備倒閉了 向委員報告 當然交通的專業 由交通部來回答會更為妥當 但是就我們在 前兩天應變中心開會所得知的訊息 交通部除了我剛剛講的鐵跟 鐵路跟空中的加 加開加飛之外 另外就是有規劃了三條 目前受困 地區受影響的民眾 他們如果要經由陸路開車 可以經由哪些道路出來 確實比較迂迴 但是還並不是孤島 所以說這些訊息你要講清楚 因為一聽到是封路 但是這個 所花的時間 可能民眾也會考量這個 要繞路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政府應該及早告訴民眾 而且對於這個區塊 這段時間之內 應該給予協助 或者給予補助 等等之類的 那多多少少讓他們覺得 就是說 你政府給他關了一條路 但是有其他的路可以讓他去走 好不好 我們會轉支 還有 還有 這個死亡的這個賠償 按照我們在這個 莫拉克颱風的時候 部長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罹難者的家屬 慰問金有100萬 那現在問題出現就是說 目前罹難有的是陸客 那你這個陸客也比照我們國人 100萬來補助嗎 還是另有其他的 大陸的旅客 因為不是我國的公民 所以並沒有按照 莫拉克颱風的那個 未助標準來做 國人的部分 我們現在每年100萬 是由中央 中央政府20萬 地方政府20萬 贈災基金會60萬 可是他們也很不幸啊 來台灣旅遊一趟 竟然就 那個命上皇權在這裡 然後家屬來的時候 有的還生死未知 那將心比心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台灣的人有補助 那大陸的人 你還有什麼其他 可以讓他們覺得就是說 至少一個待客知道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大陸前來的都是有 是不是有一些 國際性的或什麼樣的一個協助 讓他們感覺到好像 要不然的話 覺得好像 同樣是一條命啊 只是國家不同的時候 或者是說 這之前 如果有外國人 很罹難不一定是中國大陸 因為有時候中國大陸 我們給他補助 好像有一點敏感啊 總是有反對的人會站出來講 會有比較 那麼是不是 在台灣也有發生類似就是說 在這個發生災難的時候 其他 國籍的人 他們也遭遇這個 災難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 這個補助或慰問金 或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讓大家覺得就是說 即便是國外的人到台灣來跟 台灣人啊 遭受同樣的災難死亡的時候 我們也給予相當的這個安慰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向委員報告 這兩天也有很多人詢問這件事情 那首先要向委員報告的是 由於大陸這次受難的都是旅客 旅客有投 旅遊平安保險 這一方面的保險 他們每一位大概都可以獲得500多萬 500多萬的保險金的理賠 那麼除了這500多萬之外 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這邊是否要以 社會衛助的方式 或疾難衛助的方式 另外給予金額 過去是沒有潛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等行政院以上的政策 如果有所指示的話 我們再來配合辦理 我們可以去尋找一下 過去如果說不是 不是中國大陸 其他國家國籍的人 在這裡發生類似的情形 看看有沒有 我們可以比照這樣的方式 但是 也有受難的家屬認為說 蘇花公路這麼危險的時候 那麼 政府應該及早 不管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當這個雨勢那麼大 應該是及早封路 不是讓他們在趕路當中 喪失生命 那麼 也有提到就是說想要動用這個國賠的申請 那麼 如果動用國賠的申請 當然在我們國內是OK的 那麼如果是 大陸的這個旅遊團的話 他們也有可能 由這個台灣接待的這些旅行社 來申請這個所謂國賠 這樣的一個申請嗎 向委員報告 國賠是否適用於本國人以外的範圍 這件事情比較複雜 那麼就我們所知 這個昨天在院長跟這個交通部長的對話之中 並沒有馬上承諾說會給國賠 那麼尤其是境外的部分 可能在法規的適用上是會有疑問的 我想這個部分啊 視側敏感 那麼關照這些受傷的 受害的民眾 這都是我們應該做的人道的救援 但是我想說 這些東西呢 遲早會攤在這個社會的討論當中 所以呢 我們行政院這邊呢 還有部裡面呢 應該好好來思考一下 該怎麼樣做 讓這些受難的人 得到該有的照顧 跟慰問 那麼也不至於 產生這個國內民眾的過多的這個 這個 採測 那接著我要 這個談論的啊 其實也是跟 這個救災有關 就是說上一次那個 返納比颱風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很多這個機構啊 這個安養機構呢 發生這個老人啦 泡在水裡 那目前統計有 有224家呢 都是在比較危險的 啊這個 區塊裡面 像這個土石流的啊 或者是 這個淹水區啦 地瓦地區啦 我想這個部分啊 內政部呢 應該及早做好這個防範 有像委員報告 這一次颱風 我們就是這樣做 因為不曉得 它會侵襲北部東部或中南部哪些地方 所以所有的老人安養機構 還有安排疏散的工作 對身心障礙機構 通通 另外呢我要談的就是說 連續兩年啦 我們這個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申請啦 僅佔4.45% 就是今年你編了14億4千多 結果決算只有4億多 那麼98年編了14億6千多 決算是5億6千多 是有增加一點點 但是很少 執行率只有38.6% 我覺得這個 這個數據呢 問題太嚴重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你那個限制蠻多的 申請的人一個是 所得有所限制 一個是身份有所限制 所謂所得就是要150萬 每年啊 低於150萬補助3000 那麼還有身心障礙未滿兩歲幼童每年補助 這個 5000 但是呢這個保姆 系統的建制呢我覺得有待商榷 因為呢 很多人他雖然有保姆的執照但是擔心 領了這個錢以後會被課稅 他想說他自己去 去照顧的話他不用被你課稅 我去申請這個部分他會被課稅 那麼還有就是保姆的這個人數也 嚴重不足 對於這些 總共有38萬 兩歲以下兒童的 這樣的一個家庭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呢只佔了4.45% 相對的很低 所以這個部分呢 交通部既然有這個美意 不是內政部既然有這個美意的話 我希望呢 你們盡早把這些問題呢 來處理 然後呢讓這些家庭需求的家庭能夠得到 而且呢 這些能夠提供這個 照顧 勞力的人呢 能夠呢 適得其所 好好去工作 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教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一定會努力 謝謝委員 這個部分啊 請給我 你們整個 這個未來整個 加強部分 好不好 好我請局長提供給委員 謝謝